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超高音速的导弹 2022还过不到一个星期 北韩的夏马威是在周三上午向东海发射了不明飞行器 到周四早上北韩官媒证实 试射的是极超音速导弹 而且成功命中700公里有之外的目标 在乌合化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的情况下 北韩根本不管国际制裁 它积极的扩张军事能力 这是北韩二次试射 这个具有高度威胁性的极超音速导弹试射 当然再度引发国际关注 巧合的是在北韩发动武力示威的同一天 南韩总统文在寅刚好到边境 他出席的是南北韩东海线的铁路开工仪式 这是为了履行2018年的板门店宣言 那时候南韩表明会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 就算金正恩一再挑衅 文在寅依旧坚持 他不会放弃跟北韩对话 才刚迎接2022年 北韩又有新动作 5号早上8点多 在慈江道一带向东海发射不明飞行器 南韩中央掌握状况 随即召开国家安保紧急会议 北韩官媒6号刊登报导证实 这一回试射的是极超音速导弹 准确命中700公里远外的目标 虽然金正恩没有到场作证 但北韩劳动党对试射结果相当满意 南韩军事专家研判 这是北韩所研发的第二款极超音速导弹 和去年9月试射的火星发行 外形略有不同 但都采用了先进安保技术 让导弹速度更快 机动性更强 甚至难以拦截 威胁程度更高 连续两次都试射成功 也意味着北韩军事发展更进一步 在北韩发起武力示威的同一天 南韩总统文在寅恰好来到 靠近两韩边界的江源道 出席南北韩东海线铁路建设开工一试 强调将持续 北韩展开对话 2018年底 两韩曾经一同到东海岸进行考察 但2019年和内川津二会谈判破裂之后 铁路合作被迫喊咖 停了三年后重启 有望为两韩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虽然当地居民不看好 但南北韩东海线铁路工程 是南韩旅行2018年板门店宣言重要一环 南侧路线全长111公里 从江陵连接到租金 总建造费用上看2.7兆韩元 争取2027年底通车 只是两韩边境一开年就不平静 一名脱北者闯越军事分界重返北韩 南韩军方证实防哨所监视器 五度捕捉到男子的身影 部队却因为画面时间差 出现误判错过上报时机 根据韩联社新闻报道 这一名脱北男子 因为经济困顿 曾经赴南韩国会陈情 早就动了返乡念头 南韩统一部6号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有47%的脱北者来到南韩之后 都陷入情绪困境 大多都是因为承受了庞大升级压力 目前全韩警察厅内 脱北者保护官有880亿人 平均一人得照顾29名脱北者 南韩警察部队下个月 将在另外播出人力 成立全新脱北者安全支援小组 计划找出全韩各个角落 需要救济的脱北者 希望借此消除社会福利死角 避免越北事件反复重演 TVBS新闻综合报道